嗨大家好我是小雪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消息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我昨天PO的那個有關於跟 下一個合作會跟聖鬥士星史合作的那個影片嘛對不對 那今天官方就是對這張圖呢 這張截圖就是做了一個回應 那這邊是官方粉絲專頁 剛剛PO的一篇文章 世事美美一幻一幀小妹看不透 那他就是把這個 這張圖裡面的字改了一下 然後說欸這個 小妹昨天在幫他看到一篇奇特的文章 他說石魔之塔的合作已經落實是某套知名動畫 小妹不經想這片是真的嗎 始終網路影片太容易修改 真假也很難一眼看清 所以他才故意修改這樣子 然後上面的石頭啊 什麼ID啊都沒有變 不過小妹最在意的是 怎麼會沒有人預先告訴我合作內容啊 難道同時都不喜歡小妹了嗎 那這邊我剛剛我看起來是覺得很正常 我剛剛看的感覺是覺得 所以他們是要否定掉這個 這個大家的採測是嗎 然後後來往下看了一下留言之後 發現這邊有個神人 把這個長頭找出來了 然後這個神魔胎回應他說少年你知道太多了 所以呢我在猜 他們應該只是不方便講 但是這個圖片呢基本上已經透露出 基本上應該是確定會跟聖鬥士合作啦 不過一切還是等官方正式公告為主啦 那這個長頭部分就是這一行啦 這一行他說其實是真的啦 這個長頭藏得有點精銳啦 這個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剛好我也不知道 但是照小妹 照神魔他們本身的回應來說 是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啦 我覺得是很高的啦 好那這邊這個消息就 有趣的消息就分享給大家 那我先去補一下這一部動漫齁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訂閱 右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